中古屋的话 如果你在看房子的过程中 有看到一些 这些筹码可以跟对方谈个价钱 把价钱压低一点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Luka 嗨大家好我是Ingrid 我们是一个用美股投资 陪伴大家早日完成自己目标的频道 除了投资我们也有房地产课程 想要跟我们一起投资 来帮助自己的目标更快达成 欢迎订阅我们 随时掌握各种投资的新知识哦 上一集有说到 想要买房时 除了先知道该准备多少钱之外 与从哪里开始找房 等真正找到房子 大家应该也疑惑房子内部该怎么看吧 Ingrid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呢 如何看看房子内部的步骤 好哦那如果想要复集 我们上一集再讲什么 可以点右上角的连结去看看哦 相信很多人会担心自己看房的时候 会不会有应该看没注意到的 或者是被中介的话术给胡乱带过 那不用担心 今天我们一一来说明你 房子的内部可以怎么看 还有一些相关的步骤 除了买房子的人试用之外 其实租房子的人也要一起看哦 首先我们可以先简单分成 新城屋跟中古屋两种状况 我们先讲到新城屋 新城屋的话我会建议 先找专业的厌务公司来验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从外观看出哪里有问题 是因为它有使用过 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 比如说漏水啊就很容易产生臂癌等等 但是因为新城屋毕竟它还是没有使用过的 很多东西光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像是墙壁内侧啊 管线的走向 那地板的倾斜度等等 那这时候厌务公司他们会用一些专业的仪器检测 才能够检测出肉眼看不到的问题所在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房子等待交屋的这段时间 可以先找厌务公司来看 如果有检查出什么问题的话 线上是有义务需要处理好的 等一切妥当之后再交屋 那反之如果你没有检查好就交屋的话 之后发现有问题都是要自己承担的哦 原来新城屋如果有状况的话 是我们很难用肉眼看出来的啊 确实花一点钱请专业的人来看 总比之后交屋真的出问题 想必花的钱会更多哦 是是是 那再来我们讲中古屋 我们交易的人通常是上一任屋主 只是说是仲介当代表 那这时候如果你在看房子的过程中 有看到一些屋况啊 有瑕疵 这些筹码可以跟对方谈个价钱 把价钱压低一点点 那另外中古屋因为有使用过 所以你很容易看得出哪里有问题 除非它是刚装潢好 那当然另当别论 那至于要检查哪里或者是哪里有问题 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步骤 可是新城屋如果你没有请燕屋公司 当然也可以一起参考看看哦 常常需要在外租屋的人也可以一起留意 自己的权益要自己捍卫 嗯是是是 那大家记住这三大原则 就是天地壁 首先要注意的是天花板 主要我们要看天花板 有没有漏水啊 水质或者是壁癌 尤其是厨房或者是厕所 这些会用到水的地方 那前后阳台也要特别留意 因为它还是有水嘛 那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墙壁是否有平整 然后有没有裂痕等等 再来的话呢就是地 地的话主要是看地板有没有倾斜 那有一些是磁砖嘛 那磁砖有没有裂痕啊 或者是poke eye这样子 那或者是你可以拿个弹珠 或者是小颗圆球的物体 在地面上测试 看看有没有平整这样子 那新城屋的话就可以询问一下 它的地板有没有享有保固 有些是有保固的 那有时候因为天气热 冷缩的关系会导致地砖会有一些问题 那如果有保固的话就可以安心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可以试着敲打地砖 看看是不是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那如果是空心的话就可以确认一下 里面的状态是否还可以使用 有没有需要重补 啊没想到光是天与地就要看这么多东西哦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墙壁啦 壁的话就是墙壁 所以主要的话就是棺材有用到水的地方 像是厨房或者是厕所的外墙 那有没有壁癌或者是油漆脱落的状况 那另外大家可以走出去看看大楼的外层 有没有外墙脱落或者是墙壁的壁砖脱落的状况 那如果是有可能外墙的防水层已经失效了 那导致你的内墙也会潮湿 然后会有壁癌哦 总之漏水一定会伴有水质 油漆剥落壁癌等等 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原则 去注意防止的墙壁的状况 那再来你可以试着观察油漆 不只油漆剥落水泥都剥落的话 很大机率是会有结构的问题 比如说海沙屋这种 这时候就可以请问中介说 这间房子怎么做绿离值的检测啊什么的 如果只是油漆剥落的话 就可能是潮湿的问题比较大 那以天地壁来看 这样看房子好像就真的有一个指标跟系统 去逐一检查与确认了 除了天地壁之外 有什么其他需要检查的地方吗 嗯 再来就看个人在乎的是什么 像我比较注意的可能就是瓦斯这一块 如果说这间房子没有天然的瓦斯 那你想要重新签 它需要的费用会比较高 那再来就是它没有瓦斯的原因又是什么 那怎样才能够把天然瓦斯接回来 这些都是可以跟中介询问的 当然也不是桶装瓦斯不可以啦 就是看自己可不可以接受 可是因为我比较受不了 就是冬天洗澡的时候很冷 那洗到一半又没有热水 然后煮饭的时候突然没有瓦斯 那就真的会很困扰 对耶 想起以前我们同学在外面租屋的经验 都需要定期的瓦斯 对 唉 想想真的是蛮麻烦的 那再来的话我会测试厨房跟厕所的水 水用筒能不能正常使用水量是不是正常 因为有一些就是水压会不够这样 那会不会等很久才有热水 或者是水的颜色有没有黄黄的 有杂质等等 这些都会牵扯到你之后可能要换很多的管路的问题 那如果是阳台或者是地上要注意一下排水孔是否有通畅 那电器器设备的总开关是否可以开启 是不是正常的这样子 还有就是如果你在意风水的话 也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功课 就是有没有风水的问题这样子 所以每个人在意的不一样 就观察一下这间房子有没有符合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 那我补充一下我自己在意的 就是我一定会看这个格局 方不方正啊 采光有没有好啊 不要像鬼屋那样子 然后打开窗户师傅是会通风啊等等的 就是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 其他的可能就真的是看演员吧 没错没错 其实说到底就是还是自己喜欢最重要 那如果房子有状况或者是有任何疑问的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哦 有有有有有有有 马上就有了 对对对对 我想知道啊 每次看房的时候 如果我们都跟仲介提出这些疑虑 那感觉仲介都会有一些说法来带过 我每常在网路上看到有些人在叫 如何要跟仲介讲话啊 叫站手册啊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 Ingrid你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哇 关于面对仲介这个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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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细节耶 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话 我们下一集可以再帮大家说明 那有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说不定你的问题 就会出现在下一集影片中哦 想要买房 一定要先准备一笔头七款 也欢迎大家来听听我们 免费的美股价值投资分享会 我们会教你在美股中选择好的投资标的 估算股票合理价 创造出每年10%起跳的报酬率 陪伴大家用投资赚到房子的头七款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也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啦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哈哈哈哈 321 开启小铃铛 哈哈哈哈哈哈 我讲完那一句 不要不要开铃铛了 哈哈哈哈 开什么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